而许聊到目前为止呢 这个礼拜正进行了全面的开战 没有一个城市幸免 政府军基本上在城市里头拥有优势 反抗军在乡村地区 在这个礼拜呢 政府军攻入了乡村地区 开始进行了大屠杀 很多城市呢 目前为止都出现了数百人大屠杀的现象 目前为止 从许聊去年的所谓阿拉伯之春 到现在为止 他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了七万人左右 他的反人道的情况 国际政治呢是看到了 但是美国虽然好几次表态说 他们要制裁叙利亚 也表态呢 某个程度考虑提供给反抗军 一定的金援跟军事援助 但是并没有真正的 像当时对于特别是利比亚的介入 很大的原因不只是没有石油 很大的原因是 现在所谓叙利亚的反抗势力 正如Maria Colvin告诉他妈妈的 他对革命有幻想 因为现在的所谓的反对派 主要的势力是在哈马斯的手中 对美国人来说 如果阿塞德政权下台的话 很可能是哈马斯上台执政叙利亚 那么哈马斯是美国在巴勒斯坦 最惧怕的回教的巴勒斯坦的基金组织 它连接起来的话将会使伊朗 以色列伊朗跟巴勒斯坦这个地区 更加的不平静 所以这场其实人类呢 在阿拉伯之春以来非常可怕 可能比利比亚比其他议题 如果从人权的角度更需要国际介入的这场战争 变成一个无解的答案 它可能会变成像Kosovo一样 内战的时间非常非常的长 叙利亚政府军上周末接连闯入反抗军阵地 展开大规模袭击 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超过250人 在这场连环大屠杀中死亡 像这样的惨剧 在叙利亚几乎是天天上演 这个星期五 反抗军公布了一卷一四 民众受到沙林毒气攻击的录影带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 随后立刻公开回应 美国总统欧巴马曾经公开表示 除非战事升高 否则美国不会轻举妄动 重到出兵伊拉克的覆辙 而这条不可跨越的红线 指的就是化学武器 哈格尔的谈话 是否意味着游戏规则会就此改变 战事将一触即发呢 2011年初 阿拉伯之春的浪潮也吹到了叙利亚 受西方国家支持的反对派 在各地示威 要求推翻总统阿塞德父子 超过半世纪的独裁统治 等三月中 政府和反对阵营的对峙 全面升级 动乱转变成动用到战机 武装直升机和汽车炸弹的内战 在血腥杀害中 遇难人数急速增加 短短两年间 死亡人数跨越7万人 超过110万难民流离失所 几代援助 联合国警告 如果紧张情势持续恶化 年底将会达到300万 一旦这些难民涌入黎巴嫩和约旦这些邻国 将进一步引爆教派冲突 造成这些国家的经济负担 对区域和平和安全造成实质的威胁 碍于俄罗斯和中国都是叙利亚的亲密盟友 尽管叙利亚情势危机 但西方国家过去两年来 对介入叙利亚内战 在态度上一直有所保留 不过随着对叙利亚政府 使用化学武器对付反抗军的指控 越来越具体 北约去年底先是批准在土耳其 以及叙利亚边界地区 部署爱国者飞弹防御系统 这个星期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外长会议中 又提到会以更积极的方式协助和平进程 说来说去就是不承诺军事介入叙利亚危机 欧盟成员国外长本周也在卢森堡聚会 决定解除自2001年9月以来 对叙利亚石油产业的相关制裁 算是以具体行动支持反对阵营叙利亚全国联盟 我们当然讨厌了 我们当然讨厌的状态 在Syria里面 而且因为 因为这种状态的状态 是非常严重的 今次的设计 会让 Syrian叙利亚成员 去承诺军事件 承诺军事件 的货币 货币 货币 三个类型的货币 现在会成功 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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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约和欧盟小心谨慎 着眼于经济重建 但对军事武器禁运完全避而不谈 叙利亚全国联盟主席哈提普 日前提出辞职 向西方国家 对反对阵营支持力度不够 表达不满 外交新人美国国务卿凯瑞 本周出席由十一国组成 在土耳其举行的叙利亚之友会议 宣布将对反对阵营增加1.27亿美元的物资援助 就在美国对叙利亚政策出现重大调整之际 美联社推特账户星期三传出遭到一个自称是新叙利亚政府 叫做叙利亚电子军的团体 以骇客身份入侵 谎称美国白宫发生爆炸 总统欧巴马受伤的消息 美国股市闻讯一度短暂大跌 让白宫赶紧出面澄清 我可以说 总统欧巴马受伤的 我只是跟他 哈马斯将和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势力结合 因此阿萨德下台不见得符合美国利益 尤其恐怖势力抬头 危机外溢 也让西方国家提供反对阵营武器 开始瞻前顾后 叙利亚的屠杀悲剧 恐怕还会持续 This is the story of the Seven Sisters Cartel a group of companies that dominate the world's petroleum industry Exxon, Shell, BP, Mobil, Texaco, Gulf and Chevron It began with a secret meeting between three top oil traders back in 1928 and a secret pact to start exploiting the world's oil resources In 1960, after decades of exploitation Oil producing countries came together to form the 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r OPEC and collectively fix the price of their oil 1970年 OPEC成立 改變了遊戲規則 引起美國的強烈反彈 緊接著伊拉克新上任的總理海珊 在1972年 毫無預警 率先宣布把外國勢力控制半世紀的石油產業 全部收歸國有 石油七姐妹的營運受到巨大的衝擊 The American majors were furious Foreseeing this, Saddam Hussein called on the Soviet Union Moscow supplied technical and military support Then he turned to the French France needed oil Iraq, arms The deal was a foregone conclusion Arab oil nationaliza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OPEC This time, the Seven Sisters power seemed to be severely undermined 在伊拉克、伊朗、利比亞、奈吉利亞這些國家 相繼將石油產業收歸國有之後 OPEC控制了全球超過70%以上的油田 1973年 敘利亞和埃及入侵以色列 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 OPEC已調高油價報復 並對支持以色列的美國實施禁運 在最近幾個月內 我們有很多行動 以增加供應 和減少營 但即使我們最好的努力 我們知道 一段時間的消費 是不適合的 殘忍的期間 我們期待 這冬天 都已經在中東洋中 正在中東洋中 擁有大量庫存的石油漆減內 在這次的危機中 因為石油期貨可居 大賺了一票 反而是中東國家 對戰爭彼此意見分裂 逐漸浮出檯面 1975年 The Shah of Iran was the key player in the global oil game Saudi Arabia was too weak Iraq too threatening And so with Nixon's blessing The Shah became the Gulf's Gendar 不過美國人的如意算盤 很快又被伊朗革命攪亂 不聽美國使喚的 基本教育派領袖 荷梅尼 在1979年 成為最高領導人 隨之而來的是 長達八年的兩伊戰爭 1990年 海山入侵科威特 這件事 對布希總統來說 非同小可 海山刺頭羅網 給了美國開戰的藉口 戰事在四天旋風式的結束 我認為 是 武士的家庭 因為 武士的家庭 所謂的 武士的父子 所謂的 武士的家庭 the aims of this commission were surrounded in absolute secrecy for the washington post it was a secret society more than ever the american administration appeared to be an extension of the oil lobby dick cheney a former president of halliburton condoleezza rice a former executive shevron all committed to the oil company's cause 美国在战后十年积极重整石油资源但2001年的911恐怖攻击再次干扰了美国称霸中东的大梦 Iraq continues to flaunt his hostility toward America and to support terror The Iraqi regime has plotted to developanthrax and nerve gas and nuclear weapons for over a decade States like these and their terrorist allies constitute an axis of evil arming to threaten the peace of the world 2003年3月美国以解放伊拉克为名开战推翻海山政权 但美军战后的首要任务不是协助重建却是修复油田 密集空袭后的巴格达满目疮痍 西方强权对重建不甚感兴趣 美国控制了伊拉克就等于控制了世界第二大油园 2009年伊拉克西部的油田 由Exxon、Mobile、BP、Dutch Shell进驻管理 从未停止算计 谋划、煽动的石油漆姐妹 重返中东舞台 而且继续向非洲挺进 谋刘文